嗨 我是寶可夢 來看一下廠商寄了一個很厲害的包包給我 現在要來做開箱 我這平常都沒開 我這就有點擔心說 如果這個東西不好看怎麼辦 但不會啦 我相信這個應該是很有趣 那這一次的話非常有趣 你看 來 哇 他有用一個 這叫什麼 包 那叫 其實有一個塑膠套 然後你把它打開之後 來看一下 它有一個 這叫什麼 小套子裝著 然後呢 再把它打開 哇 好像彩禮物喔 天啊 真的太高崗了 來 開給大家看 有沒有 這個包包 這包包是幹嘛的 聽說它的容量非常的多 我現在先把它關起來 這樣把它打開 哇 哇 這是不是就是 我們這種 信用卡一組 一定要的這個卡片 你看喔 感覺起來是不是還蠻大的 很小喔 對不對 你看 還蠻好看的 那它除了這個之外 它還有在送一個小的 包包 你看這是什麼 喔 它是 可以讓你 放這個 喔 防水的 然後你可以放一些就是個人的 小東西的包包 喔 這個也是蠻不錯的 來 重點來 這個東西 到底 可以放多少信用卡 來看一下 哇 500張信用卡都在這裡了 我們要把它打開 來靠近一點 你看喔 它的內部的空間 來 開始放了 第一本 哈哈 然後 第二本 有沒有 第三本 第四本 第五本 第六本 欸 我都放下去了耶 以後我要上節目 我就這樣帶去就好了 哈哈 這就變成是我的專屬的工具包了 有沒有 而且 沒關係我把它弄起來對不對 你可以這樣背著 是不是 商務人士 不管你是要出國 還是要幹嘛 其實背這個包包出去 就還不錯 沒有 它還可以自己挑針 有看到嗎 非常適合 就是 你有 工作上的需求 要放非常多 而且有點重 好 來 但除此之外呢 我還有一個我自己小的衛星包 就是 我的一些點數 還有一些信用卡 也可以放進去 你看 剛剛好 更重了 我上班才不要帶這個 這真的是太重了 誇張 所以呢 如果你喜歡這個商品的話呢 我們 這個好像是還在募資吧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就是你也可以考慮入手一個 那寶可夢做一個搶先開箱給你看 好啦 我要去上班了 掰掰